今天呢我們要來抽的是 傳說對決跟鬼滅之刃連動的 新造型 造門炭治郎 我知道大家等很久了對不對 這次的抽獎一樣非常簡單 你只要把中間的五個葫蘆給吹破 就可以獲得這次造型喔 那這次一樣有天選之刃機制 你有0.37%的機率 可以免費獲得炭治郎的造型喔 我剛剛說的是免費 你沒有聽錯 在5月8號到5月14號 每天登入傳說對決 都有一次免費的抽獎機會 24小時可以抽一次 所以你運氣夠好的話 免費就可以得到喔 那這次呢我總共花了8100點 抽中了這次傳說對決 跟鬼滅之刃連動的新造型 那我之前的影片有答應大家說什麼喔 說這次炭治郎的造型 只要低於1萬點 我抽到 我就抽一個送給大家 我說到做到喔 那第一個方法 剛剛有教過大家 每日登入傳說對決 來領取抽獎機會 那第二個抽獎機會 我們會在影片公佈喔 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那我必須說喔 這一次連動的炭治郎造型 手感真的太好了 這次官方說呢 除了各個技能都有音效特效 還有專屬的回程特效之外呢 更是請了原版的神優花江夏樹 來配音耶 超級棒的 好了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為了讓你能夠更了解 這個版本的青燕 到底在玩什麼喔 我們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相信經過簡單的介紹 你也能快速上手青燕喔 好了那青燕這隻英雄呢 如果你在上市的那一天玩 你一定覺得非常弱對不對 但是在上市的每幾天 官方有把一技能 對於野怪的傷害增加喔 所以現在的青燕呢 一定要拿去打野 可以增加你的打野速度 對 青燕這隻英雄 非常注重等級 所以順風是神逆風的話 你要趕快追上對方等級喔 那怎麼追上等級呢 就是不停的農就對了喔 那這個版本的青燕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疑問 關於魔紋方面 你會看到有些人推薦絕地死鬥 或是死亡詛咒 紅色三個都有人帶 那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最好用的呢 一開始我在介紹青燕的時候 最舊版的青燕 是可以無限二技能無敵滑來滑去 其實就有點像是 戰士版的蘿兒的感覺 但是在上市之後 官方削弱了二技能的冷卻時間喔 那這個版本的青燕 關於主點技能方面 我要推薦你的是 主點一技能跟主點二技能 都是有好處的 一技能呢 是可以讓你打出最大傷害化 但是你要注意的地方是 青燕的一技能是會被斷招的 所以如果對面非常多控制英雄的話 我建議你主點二技能喔 因為二技能的冷卻時間 還是比較長一點喔 那如果你遇到對面的打野是蘭鐸的話 我只能說你這一場 有99%的機率會量掉喔 青燕非常難對付那些位移非常多 又有點控制的英雄喔 好了那這一次的造型 其實我非常興奮 我昨天晚上一樣等到了凌晨三點啦 官方你什麼時候要上線這個造型啊 直到等到早上十點 我還特地除了兩萬點 因為我很害怕 這次的造型 我覺得比以往的死神啊 奧特曼的連弄的造型 還要帥太多了喔 那當然這次也有眼尖的觀眾吐槽 欸 奇怪 大絕招按下去了 火之神神樂按下去 怎麼還是喊出水之呼吸的技能喔 不過沒有關係啦 反正我打傳說對決 也是整個靜音都在打的 這次的造型手感真的超級棒 昨天晚上我夢到 我首抽就抽到炭治郎的這個造型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各位 好了那其實呢 鬼滅之刃這部動畫會紅 也不意外啦 你想想看喔 一個哥哥保護妹妹的場景 這是所有男人的夢想好嗎 像是我跟我弟 就是兩個兄弟嘛 我跟我弟就是從小 打架 打到大 然後每次我們打架的時候 就會被我爸直接揍喔 但是雖然我跟我弟每次打架呢 但是我們只要一有人被欺負 我們其中一方 都還是會情意相挺喔 那你想想看呢 兩個姐姐 像我老婆她就是她跟她姐 所以小時候也會打架吵架 然後小的都被 會不會去命令做一些家事 你看兩男兩女 都是這種吵架長大 那你想想看 哥哥哥妹妹會吵架嗎 好像這個機率非常低喔 好像只有姐姐跟弟弟 姐姐會欺負弟弟 但是我目前身邊認識的朋友 如果是哥哥跟妹妹的一個搭配組合 好像從小到大都是哥哥 非常愛護妹妹的這個組合喔 好了 那我們今天要來 我們也要 都覺得有點卡詞了 因為真的太興奮了 不是講到妹妹興奮 而是今天呢 我們要送出第二個 鬼滅之刃的聯動心道行事 本頻道自己掏錢贊助的喔 說到要做到才是真男人喔 好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兄弟姐妹的話 從小到大 你跟你兄弟姐妹相處 有什麼比較有趣的事情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我會選出一則 我覺得最有趣的留言 把你置頂 然後我會送給你 我抽到的點數 如果我剛剛沒說錯的話 應該是8100點的 傳說對決點券喔 好啦 記得留言吧 這次我會精心選擇喔 有些觀眾說我之前 選的都太隨便了 好 那這邊呢 就直接把對手 輕輕鬆鬆的給收掉了 剛剛蝙蝠俠判斷錯誤 因為他覺得他可以秒殺我 如果我們是同等級的話 沒有錯 因為蝙蝠俠他帶的是 滅絕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輔助裝喔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 前期呢 我有著等級的優勢 如果你玩打野常常覺得 欸 為什麼你的等級 是跟對面同等級 或是你的等級是落後的話 你有個弱點 應該是你常常花很多時間 在蹲對面的英雄喔 你要利用你打野刀的機制喔 對野怪造成的經驗 可以多獲得30%喔 有等級的經驗 有什麼優勢 除了你的技能點數 比別人多之外 你的血量啊 之類的屬性都會比對面多喔 技能點數越高 通常的是 你可以越短的時間內 使出越多的絕招 還有越多的傷害 好了 這邊我們有等級優勢 我們就直接追上去一個電文牌亂揮 就直接輕輕鬆鬆的把對面給收掉了 我覺得清燕跟炭治郎的這個造型連動 有一個比較突兀的地方 就是他一技能跳起來的瞬間 你不覺得有點違反物理學了嗎 就是為什麼 欸 我已經跳起來了 我的身體還是可以動 感覺是那把刀牽著我的身體走的感覺喔 那這一場呢 我們的射手史蘭茲真的非常慘啊 前期被蝙蝠俠Game到後期 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我們這一隊也是出蝙蝠俠 而兩邊的蝙蝠俠都在殺 兩邊的射手 就看哪邊的蝙蝠俠蹲得更專精一點喔 那如果通常呢 我是我們家的射手 我應該會長期直接歸在塔下 不然你就是走到哪裡都會被殺到哪 而且沒有人可以保護他 你就要清燕去保護兔子 我覺得他也沒有什麼技能啊 你只能用大絕招 稍微的把對手頂一下而已喔 你可以看到 在大絕招點滿三階之後 你就是人擋殺人 佛擋殺佛 但是還有一個弱點就是 你非常害怕控制 而且如果對面是戰士型英雄的話 你會非常好打 我覺得最近你也會看到 有一些清燕喔 在凱撒路對抗伯洛倫 好像也打得蠻不錯的喔 我覺得清燕的主要輸出來源 好像都是依賴著普攻喔 因為你在強化普攻的時候 可以增加你的攻擊速度 那有些人會說 鋼鐵長槍可能不適合清燕 但是我自己我自己完全認為 鋼鐵長槍很符合清燕的能力 是因為清燕我之前有介紹過 他是一個有大就無敵的英雄 鋼鐵長槍15%冷卻時間 而且還會增加血量喔 你要知道清燕的被動技能 強化普攻之後是會以你一個 生命值最大作為回復的手段喔 如果你血量很少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清燕血量 常常都是見敵的喔 好了那希望這隻英雄 還能夠再稍微的加強一點喔 畢竟都出了新造型 唉唷頭上怎麼有個眼睛喔 不是奇異博士喔是清燕 昨天我去看奇異博士2喔 我不想爆了欸我只能說很好看 但是怎麼覺得這次的超級英雄片 拍的像恐怖片啊 我在電影院差點 要遮住眼睛來看電影 太可怕了 欸 啊我怎麼被秒殺掉 哇我們的兔子 欸都看到眼睛了 怎麼還不往後退 那想當然我們隊友 全部被秒殺之後 又有這條凱撒 那這一局呢 就直接被對手輕輕鬆鬆的 推到家裡了 好啦那我拿下這場的MVP 也殺的算蠻爽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不要忘記在下方留言 你就可以獲得 這一次炭治郎的 免費造型喔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